美國CNN報導指出 俄羅斯軍隊已經對烏克蘭東部展開攻擊 並造成傷亡 面對新一波攻擊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繼續向國際求援 向南韓國會發表視訊演說 澤倫斯基感謝南韓提供物資協助 但他表示烏克蘭真正需要的是南韓的軍援 烏東大戰來襲 烏克蘭缺武器 俄羅斯持續摧毀烏克蘭軍武 俄羅斯聲稱摧毀歐洲國家 提供烏克蘭的S-300防空導彈系統 車城領袖更預告 俄軍將有一波攻擊行動 不僅是圍困馬力波 還鎖定烏克蘭首都基辅 同時奧地利總理內哈默 已經抵達莫斯科跟俄羅斯總統普丁會面 這是俄軍親吾以來 第一位跟普丁面對面的歐洲領導人 希望能夠早日終結戰爭 三立新聞 陳環報導